其實我當過立委我知道 你重難是多數 你還是要有一定的立法程序 重難是多數 當碰到重大的阻撓的時候 有在野黨重大杯葛的時候 你還是要尊重 所以要順序上人家說的 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尊重少數 什麼叫多數尊重少數 多數尊重少數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少數很多地方有意見的時候 我們必須尊重要來協商 協商不成再協商 協商不成再協商 沒有到最後關頭不會用掉 這你了解不了解 這就是民主啊